光頭的照片已經夠沒有自信了 然後還沒有眉毛 你看完自己你就覺得這到底是誰 我開刀開17個老師真的很久 醫院是嚴重感冒 出來彈都是一大塊綠色的 所以我那時候呼吸都很困難 我前幾次化療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頭髮一直狂掉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很興奮把它拍起來 甚至我在一開始在診間的時候 我還興奮的問醫生說 醫生我看到化療的人都會瘦啊 所以我應該也會掉皮重吧 我竟然這樣問他 然後他就說 你真的想太多了 乳癌的化療會胖 我說會水腫 我說什麼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為什麼一定要誤門 是因為病友很沒有自信 光頭的照片已經夠沒有自信了 然後還沒有眉毛 你看完自己你就覺得這到底是誰 跟以前就是會差別落差很大 剛開始化療的時候 以前上健康節目 營養師就跟我講 那個化療患者啊 味覺會改變啊什麼什麼 他們會變得苦 我都不相信 我想說哪有這種事情 我真的想的很簡單 結果我自己生病的時候 我吃到肉全部都是苦味 欸肉欸 然後我就很痛苦 因為以前可以吃漢堡 我那天咬了一口 就把它放在旁邊 我就哭了起來 我那個時候的興趣 真的就只有買很多點的夾法 然後在家裡 然後所以我老公就會戴假髮跟我玩 都只能就是男扮女裝啊 然後就做一些搞笑的事情 取悅我 因為我剛好住院前一天有點感冒 然後有點痰 我開刀開17個小時真的很久 醫院是嚴重感冒 所以我吸那個藥其實是化癱的 不然我合出來痰都是一大塊綠色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 呼吸都很困難 我不敢看那個形容 老師我真的很不敢看 我沒有點進去 因為我們連討論都不敢討論 當了父母其實真的就 對沒有辦法去想像這些事情 對